美国的辉瑞药厂以及德国的BioNTech表示 将会在美国来进行一款新冠加流感的二合一疫苗的试验 而两家的公司发出了联合声明 二合一的候选疫苗将会在美国来进行第一期的临床试验 志愿参与者有180人 而辉瑞表示希望可以减化疫苗来提升两种疾病的疫苗接种率 而辉瑞公布了第三季的财报 优于预期而且将全年疫苗的销售预测 一口气就调升到了20亿美元